哈啰 大家晚安 我是西文 我是一個音樂工作者 從事戲劇為主相關的音樂工作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朝台北跟大家分享 我跟台北的一些故事 我的標題叫做《台北的天空》 可能馬上就暴露年紀的一個標題 這是一個我小時候很喜歡的歌曲 我每當講到台北就會想到這首歌 當然其實我也非常喜歡看《天空》 因為我覺得那是連結我跟世界的一個管道 今天就用這個為標題跟大家分享台北跟我的故事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我是一個在東區長大的小孩 我第一張標題叫做《只會念書的東區小孩》 其實我大概在應該說出社會之前 好像對於台北的認識都在東區 真的是標準那種呆爸慫這樣子 然後進入業界工作之後認識很多朋友 才發現其實大家的童年或生活經驗都很豐富很有趣 可是我好像都是在城市裡面這樣子 那我們家是大概在我兩歲時候從景美搬到東區的 那時候東區正要開始發展 正要開始蓬勃 然後那邊是大家都知道 仁愛圓環 然後我是念仁愛國小 仁愛國中 連帶一起的學校 然後後來高中很幸運 又進了師大附中 然後其實都是走路可及的距離 然後結果退伍之後 然後上班又在花旗銀行 在富邦大樓 安和路口那邊的 所以我發現 我怎麼都在這個地方走來走去 然後都沒有去過台北別的地方 然後小時候其實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幹嘛 然後可能很幸運比較會念書 然後常常覺得說只要考試考好 爸媽就不會管我 我就可以去彈吉他 去玩樂團 去打籃球等等 然後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為了要幹嘛 只想說那反正就是把考試考好 然後或許找一個令父母期待的工作 然後有空可以彈吉他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標準這個升學主義下 長大了一個小孩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在我24歲那一年 我的人生有了比較大的轉變 那我到了紐約念電影配樂 追逐我的一個夢想 然後在NYU念電影配樂 然後也有學習音樂劇 那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震撼的轉變 因為我自己的狀態 好像第一次以創作者或者是音樂人自居 因為我可能之前玩樂團 但多半就是吉他手邊邊曲而已 但沒有真的覺得自己是創作者 也不會覺得自己是藝術家或是音樂人這樣子 那對我來說 在紐約的老師同學都是我很重要的養分 因為他們算是養成我一個創作人格的一個過程 然後當然紐約的各種表演百老會 或者說各種音樂會 林肯中心爵士樂等等都是非常豐富的養分 然後對我來說那個時候像是大開眼界 然後接觸到非常多不一樣的事物 然後不同國家的人同學不同老師的觀點 都帶我走出了可能之前只是台灣一個 獨立樂團或學生樂團的吉他手的視野 然後我也正式從本來只是彈吉他 開始去做曲編曲管弦樂 爵士樂去認識更多音樂的語言 那那個時候狀態基本上 我是非常喜歡紐約代國的養分 然後也覺得說自己好像在一個世界的中心成長 好像追逐我的夢想 然後嚮往可以在音樂的道路中探索冒險 然後變得更厲害 然後有遭遇可以創作出很有趣的作品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同期有很多也在紐約念書的 不管是劇場的電影的或是音樂舞者的朋友 我們常常一起吃飯 然後其實都會聊到台灣的藝術或文化的政策或是狀況 然後那時候都覺得自己很像是以前孫中山在海外要密謀革命等等 然後就想說我們都在討論說 未來我們回台灣要幹嘛幹嘛 我們看了一個好酷的表演 台灣也要台灣都沒有這個 我們可以怎麼樣台灣做這個東西 我們都在討論回台灣之後 想要把我們的所學或所見帶回台灣 那對我來說這是那個時期很珍貴的一個回憶 那回來台灣之後呢 第一個跟我比較有關係的台北其實是大稻城 那為什麼叫午夜的大稻城呢 待會我會跟大家講個故事 不過我往前講一下 其實我因為我是我們家算是外省人 然後我是第三代 然後我其實台語超破 然後我 我的出生 求學過程中 其實我們學校教的都還沒有那麼多 台灣意識或是台灣地理 台灣故事等等 基本上 我都在學中國地理 中國歷史 然後也不大知道台灣的事情 然後可能我小時候也不會知道大稻城 或是任何台灣過去的東西 好那 但是呢 回台灣之後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的蠻多音樂相關的工作 或者說戲劇相關的音樂工作 都是跟台語有關的 或是說都是跟台灣的文化有關 甚至跟原住民有關的 然後我反而可以透過這些機會去重新認識 就是我自己成長的土地跟城市 對我來說是很棒的一個過程 那無業的大稻城為什麼無業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過蔣衛水紀念公園 有人經過過嗎 這個地方 有人知道這在哪裡嗎 蔣衛水紀念公園 Anyway在大稻城某個像中 我也常常會走迷路 但是他是當年蔣衛水 在日之時代在這邊辦醫院 甚至辦報社 做各種社會運動的聚會的一個園址 現在變成一個紀念公園這樣子 那他跟無業有什麼關係呢 有個電影叫《午夜巴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人看過嗎 《午夜巴黎》 大家有看《午夜巴黎》嗎 《午夜巴黎》 基本上故事就是 主角是一個美國的編 好萊塢的商業編劇 然後他跟他的衛生器去巴黎錄蜜月 然後他有點不太喜歡 跟他們一直跑派對去社交 所以他就半夜自己去 留大家在夜裡散步 然後上了一個馬車之後 就穿梭到了1920的巴黎了 然後碰到了海明威 碰到了Core Porter 碰到一堆20年代在法國的 歐洲跟美國的藝術家們 那他是個有點奇幻的電影 然後這位是Core Porter Core Porter是美國的爵士音樂家 算是230年代寫了非常多歌曲 包括音樂劇 然後他也算是把爵士樂 從美國帶到巴黎的先驅之一 那在午夜巴黎電影裡面呢 主角就有遇到Core Porter在酒吧彈鋼琴 那這跟這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 大家可能都聽過鄧宇賢吧 日劇時代這些台灣迷 我們可能聽過四季紅 望春風 雨月花月月愁 大家都知道這些歌 但是鄧宇賢有一首歌叫做 《跳舞時代》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過 其實它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那這個歌跟接下來有點關聯 我們先聽聽看這首歌的原曲 它是古倫梅雅的唱片 好像一個黑膠的唱片轉入的一個音檔 我們聽聽看這個跳舞時代 好 謝謝 那這首歌它其實是創作於應該是1930 所以其實已經快100歲了 非常老的一首歌 那我為什麼喜歡它呢 對我來說它的 當然它的 剛才聽到的Vocal 可能比較不接近我們現在聽音樂的美學 比較是那個時候的某一種唱腔 但是其實它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聽的旋律 然後它的歌詞其實在寫的是 30年代的當時年輕男女的生活 他們渴望自由戀愛的心情 等於說紀錄了那個時候的社會風情這樣子 然後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喜歡 就是放在心裡 然後有一天我聽到了 一個在台灣的美國樂團叫 《泥灘地浪人》 他們做了非常多 美國的這種非常草根的 草根的音樂的創作 然後他們改編了跳舞時代曲子 那我們聽聽看這首歌被他們改變成什麼樣子 《檢察鎖場合》 再寫來說 《不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后我就在有一天半夜下班自己乱走 走到了刚好走到了奖卫水公园 然后我就在我脑中都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乱突发奇想 就开始我也开始进行我的午夜大道称 我就开始想幻想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想说那邓宇贤 邓宇贤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会 会透过什么海运去收集什么国外的珍奇艺品 会找到一些国外的黑胶 会听过call porter的作品 因为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听海外的CD 我们每个时代都爱听 譬如说明歌时代他们会听国外的 Bob Dylan听Beatles 那我们可能听80 90的摇滚乐团 像我们听歌 我们还是会听国外的作品去揣摩 去寻找各种创作的可能 那那个时候台湾的音乐人 也会听日本或美国的黑胶 去找寻音乐的养分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很多老唱片在背后 其实是很swing的 很摇摆的 只是可能他的旋律 还保留了我们东方这种很正拍的感觉 但其实他的音乐本身是可以很摇摆的 那我就开始想了很多 这些那个时候人的创作的生活 邓宇其实他是听什么音乐长大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后来把这个想法 结合午夜芭蕾对我这些奇想 然后其实我在自己的剧团 风夕乐我们就有做一个 Cabaret制作叫 《月光下的摇摆少女》 那剧情就不多说 但总之他是有一个跨越三个时空 分别是日智时代跟60年代 跟现代的三个时空 然后用一张黑胶串起的这个故事 然后其实在里面我们就 就有设定了很多 把20年代的 2030年代台语歌 变成摇摆月的感觉 然后我们去揣摩 那个时候各种 当时的这个台湾 日智的台湾 被西亚文化的影响的很多故事 那这是大道成 跟我的一些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北投 这个标题叫北投曾经有个好莱坞 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 其实在60年代 是我们的台语电影的一个辉煌盛世 像我们可能在台语电影 就会想到一些 角头啊 或是大尾鲁曼等等 可是其实在60年代战后 台湾有非常多 要看台语片的需求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台语片 是一年可以拍300多部的 一年拍300多部是非常多的 然后那时候不管是台湾人 本省人外省人 日本人香港人 都来台湾拍台语电影 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年代 那但是到了60末之后 因为政府在推广国语 所以他是有计划地去打压台语片 所以台语片没落 那打压的方式包括 国语片有彩色底片补助 台语片没有 甚至金马奖第一季的成立 就是只有国语片可以报名 他就是在推广国语片的成立 金马奖最初也是非常 政治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那这是当时电影院的盛况 然后这个是北投曾经的一个制片场 现在已经荒废了 那当时其实北投有非常多制片场 就像我们知道好莱坞一样 大家都在里面拍电影 是一个非常新生的一个年代 那当时他们就叫 那个时候是一个台湾好莱坞时期 60年代的台语片 那这个故事呢 我最初会知道是因为一个电影 叫阿嬷的梦中情人 他就在拍这个故事 然后我非常有感觉 然后我们剧团也是授权 把它改编成一个音乐剧的版本 在台湾有个好莱坞 那当时我们还有跟 譬如说文夏老师去聚会 去跟他填调 因为文夏老师当时是 很多台语片的主题曲演唱 甚至有演 他们都会随便登台 就是片子在演 他们歌手就到戏院门口演唱 这样子 那这边则是蔡阳明导演 我们也跟他 请教了很多当时台语片的状况 然后他隔壁有一位 有一位阿姨 她是当年的一个场记 她的故事也很酷 她说她那个时候才18岁 他们家是卖鱼市场的 她在华音街那边 然后有一天她舅舅跟她说 要不来做场记 她也不知道场记是什么 她说怕点烟 然后就把她骗入骗场 然后后来就开始 每天早上鱼市场收视之后 她就搭火车去北头拍电影 然后晚上再回台 然后白天再做会计 然后再去做场记 然后开始她的电影人生 然后那时候听这些前辈 讲了很多很酷的电影的故事 那我们这个作品就在讲 这个台湾电影的时代 然后这是我们戏中 戏中戏的拍摄 我们在红毛城 想要拍摄戏中的一些情节 然后这是当时音乐剧 舞台上的画面 我们还在舞台上演出飞车戏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有人在前面开车 背后一个假的户外景片 然后在合成拍成一个 好像在户外开车 现在看起来很蠢 可是其实当时就这样拍的 甚至好莱坞 30年代也是这样拍的 就是一个很手工的 很超级变变变的感觉的 一个拍摄方法 那我们在戏中 就在台上呈现这个手法 然后这是一些剧照 这是台湾有个好莱坞 那对我来说北投就是这样一个连结 那当然北投除了台语片以外 还有很多对我来说很有趣的魔法 那这三张照片 大家看起来应该觉得 哇很魔幻这样子 其实它 它是一个我们制作的照片 是失误之城的剧照 失误之城是什么的 是我一个音乐朋友叫许哲沛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创作者 因为它自己非常 它有很多副业 它的副业一个是催眠师 然后它还有做很多水晶的疗愈 然后对我来说 它都自称是北投女巫 然后很多住在北投的音乐人 什么望福的小民 什么大家在去他家做很多疗愈 清洁能量 创作的工作 然后那前几年 帮它做了个专辑叫失误之城 就是在 它的概念就在讲催眠跟前世今生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剧团一起帮它 把这个专辑变成了一个沉浸式剧场 在一个空间演出 这个关于这个前世今生的 一个体验的故事 那就在这个空间 这是北投文物馆 北投文物馆 大家不过去过在新北投站的山上 然后它 现在是一个类似小博物馆 因为馆主收藏了很多古董 但是一百年前 它是当地三大温泉旅馆之一 那现在是很多古迹的城市 那我们就是足够的空间 把它晚上 透过我们的规划 把它改编成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所以对我来说 北投也是一个 很有魔法跟创意的一个空间 这个区域 那我们去到北投带看看南边 南边可能就是新店跟乌来一带 那乌来大家可能知道 是很多 有很多泰雅族的朋友在山林里面 那我呢 回台湾之后 有做一个制作叫米林案 米林案其实是排湾族的一个词 它讲的是说 他们的VuVu 就是长老跟年轻人 讲他们的神话故事预言 去教导他们很多关于生活跟生命 或者是部落传统的故事 叫米林案 那我帮这个团队做了一个 把很多古调改编的剧场的工作之后呢 他们跟这个乌来的富兰朵 富兰朵乌来是一个温泉旅馆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然后他们有在那边合作 在那边把很多演出的片段 搬到那边的湖畔的餐厅去演出 然后呢 很有趣的是他们也找我去帮他们 创作一张心灵音乐 所以你再连泡温泉会做SPA 可能会听到我做的一个 背景音乐在下面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还被邀去体验 做很多仪式的体验 然后创作一些关于这个 身心灵放松的音乐在那时候 然后另外那时也有帮 他们这个制作的主角 也是一个排湾族歌手 叫瑞斯 制作了一张专辑叫 美丽的末日预言 里面就是有各地的鼓调 不只是排湾族 包括泰雅 包括这个赛夏等等 不同的鼓调改编的一个 但是我们都赋予那鼓调 一个不同戏剧 神话故事主题的一个专辑 叫美丽的末日预言 所以这是我跟一些 原住民的合作的开始 也是我跟乌来的一个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又回到市区里面 林森北路的调通情怀 那大家想到林森北路 可能想到就是居酒屋 或者是酒吧酒店日食酒店等等 那我去年就有帮 雪富凯做一张专辑叫 五目大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如果没听过 可能会想到为什么是五目 因为林森就是五个目 那这怎么来呢 这是日本人这样叫的 日本人很多来台湾 从上日本人会去那边日食酒店 然后就会称林森北路调通区 叫做五目大学 那他们如果去过就是 我们从五目大学毕业了 这样子 这是日本人的一个说法 那大家可能对酒店的 印象会比较负面 不过其实日系的酒店 其实跟台湾的酒店不大一样 其实日系酒店比较是 贩售恋爱感或贩售陪伴 反而不是卖身的一个酒店 所以很多日本客人都会在那边 寻求一些这个陪伴的位阶 然后那我帮徐福凯做的这个专辑呢 就是在讲林森北路的各种人事物的一个专辑 包括讲开计程车的计程车司机 然后那边有个教堂的神父 他每天清晨都会有很多酒家女婿那边告解 这真实故事 或者说那边的警察 那边的医院 那边的小贩 我们每一首歌都在讲不同的林森北路的人事物的故事 然后那时候透过田调 以及跟各个做慈人工作 我们也见到很多包容万象 那也觉得他其实就像是我们人生的百胎 不会只限于林森北路 那这是我跟林森北路的一个关系 那绕了一圈 然后虽然很有趣的是 我从纽约回来之后 结果很有趣的是 我做的工作像刚才讲的 不管是台语或是原住民的 或是各种跟台湾或者是历史有关的 好像都是在帮助我去认识更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那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像我们学音乐 其实都是听国外的流行音乐 或摇滚乐团 爵士乐 都是西洋的东西 然后对我们来说 戏曲啊念歌啊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传统 那所以其实 但是当你在做配乐的时候 或者做音乐剧的时候 音乐的符号对我来说很重要 文化符号 就是你要帮导演说故事 你要懂得利用不同的曲风 不同的乐器来表达自己的某一个戏剧上或文化上的符号 那什么是台湾的音乐 我们现在还在寻找 那但是你看 比如说你听到宫崎 那是一个西洋的东西 因为日本人吸收了之后 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我也很迫切地在寻找说 那什么是我们的东西 什么是台湾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一个这么复杂的地方 经过不同时期的殖民统治 然后又有不同各种 处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棋子 那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是什么 那我觉得回台湾之后 做这些工作其实很幸运 让我可以去挖掘更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重新去认识我成长的城市 跟我成长的土地 那这是纽约的一个天际线 是从布鲁克林看过去的 这是我应该是19年时候 回去看老师的时候拍的 那我自己发现 我那个时候的心境 跟我0809在念出的时候很不一样 因为我好像没有那么 从养的嘛 或者说那么迫切 想要去追逐一个 想要写什么很厉害的管轩乐 或者说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我反而是很高兴说 我好像经历了很多故事 或者说我的工作 让我认识了更多人 带了更多养分 重新看看这个地方之后 我有更多动力 去想要去找到自己的声音 在创作上的声音是什么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体肤是很重要的 因为表示我其实 这十年的创作 是有一些收获的 那这张是 搭套成码头看过去新北市的夕阳 那其实也是 我也蛮喜欢去这个地方 放空或者是想事情 然后其实在天气好的时候 其实它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然后它的天气线很漂亮 然后有时候我会想 其实说真的 其实转了一圈子会发现 其实台北的天空 其实就是世界的天空 那重点呢 大家都在讲说要全球化 其实大家都说在地化 就是最好的全球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特色 然后去勇敢地表达自己 大家自然会想要认识你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在中南部 或者说很多台北观光 台湾的观光景点 会有很多白雪公主啊 龙猫啊 很多或是什么 日本的和风的一个建筑啊 或者说什么荷兰城堡啊 对我来说 我都觉得那个很可惜啊 我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去努力去 好像可以再想一想 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们该怎么样 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每个人都去说更多 我们自己的故事 不管你是音乐戏剧 还是服装 还是美食 还是建筑 那过去一百年 甚至两百年三百年 虽然我们年轻 可是这一百年来几百年 还是有很多有趣的历史跟故事 那我们怎么样 透过各行各业的努力 去增加我们的这些 这些台湾意识 那用我们现代人 能够理解的方式 把这些故事 把这些过去的美好 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那对我来说 这是我 我的工作 我现在很投入的一个事情 虽然我是做音乐或音乐剧 可是我很热心于这个 因为 我觉得那是我跟 我跟这土地的连结 甚至我跟世界的连结 那这其实也是 我身为一个创作者 现在想要跟大家说的话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 挖掘更多过去的美好 过去的故事 然后让我们 让这个充满了对立的岛 能够有更多文化上的共识 能够对于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来 我们经历过什么地方 我们能有更多包容跟理解 甚至接受彼此 而不是一再的否定 因为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我们走过的一部分 日治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 外省老兵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那我们怎么样 把这东西调和 然后成为我们现在的新的生命 然后去产生更大的文化共识 进而产生文化自信 这其实是我现在最关切的地方 那我自己有一个 很大的感慨就是 像前几年有个电影叫做 《湾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一个纪录片 它讲的就是 日治时期在 台湾出生的日本人 然后战湾他们被送回日本 那他们可能就有一些 被阶级待遇 然后他们就可能 很多人说你是台湾来的 什么什么 但他们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家乡是花莲 是基隆等等 他们觉得那个纪录片 他们回台湾 找去他们的 小时候住的地方 或是找他们的邻居 那那个纪录片 我有做预告片的配乐 然后我其实很感动 很喜欢那个电影 配乐是钟星明老师做的 那但当时 我又在做一个纪录片 叫做《冲天》 Cnex的纪录片 我不知道大家有你们听过 《冲天》是中华民国空军 抗战时期的纪录片 所以他讲的是一堆 抗战时候才二十几岁 然后的很勇敢的空观 然后对日抗战 怎么样去奋斗牺牲 然后他们的家庭后代 去讲述他们的这些 祖先的故事 然后跟那个时候 这些空观的艰辛 那我看了也有感觉 然后也觉得说 这也是我们曾经存在了 一部分的一个历史 所以其实回到我刚才讲 就是我其实是 一直希望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 不管是哪一个立场 其实这些都是 台湾发生过的事情 甚至被殖民 被荷兰人 什么都是发生过的事情 但我们能不能理解 这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然后在理解之后 那找到个全新的自己 那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那我觉得有这一个 我们才会有所谓的 文化共识跟文化自信 那我前阵子在 巴黎奥运的时候 有跑去看比赛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 我刚好看有一场 手球的决赛是 巴黎对 法国对 法国对 挪威 然后那个法国的主场 真的是让我 开眼界真的是下篮 就是没有看过 这么疯狂的球迷 然后他们 他们唱他们的国歌 他们的激动 就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种场合 这样歌颂自己的 不管是国家 还是我们的民族 还是我们的城市 那是个很棒的事情 但我觉得那天到来之前 可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在音乐的地方 在我的领域里面努力 那希望今天的演讲 这个分享 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 那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 找到我们生活中 存在于台北 甚至台湾的各种故事 然后让它传送出去 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共识 谢谢大家 谢谢